好 新口氣 附左腿仙芝看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一動之動 我是主持人吉特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樣的一個場地 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了吧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學習樂瑜伽 那我們歡迎我們今天的瑜伽老師 Claire 美醫師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Claire 我在瑜伽的裡面當中 自習了二十年 擔任瑜伽老師 教學了十五年 剛開始練瑜伽的話是因為 受了傷 那受傷的地方是心理受傷 因為那時候失戀 所以我想要透過瑜伽 來好好的療癒對待自己 所以說就是開始從瑜伽練習 到後來現在是 擔任TrioGa Fitness的 熱瑜伽培訓教館 哇哦 想不到老師的資歷非常的豐富呢 那我們在做運動之前 首先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熱瑜伽囉 顧名思義它第一個字是熱 熱的話代表了高溫 那瑜伽的話它就是來自於印度 所以說熱瑜伽的話 只要講到它的主視野 一位印度老師他叫做Bitcoin 他在美國的加州比佛利山那邊 因為他很思念他的家鄉印度 所以他就是在美國比佛利山 他開了一個熱瑜伽教室 那溫度是大概42度 就是印度當度的氣候 那因為北美是溫帶氣候 所以說北美的人 他們來上熱瑜伽 覺得去之肉 因為可以大量的流汗 所以熱瑜伽它就是用這個來命名 它是高溫的瑜伽 它不光是高溫的不同 高溫之外呢 它還有增進我們的排毒 因為除了模擬硬度的氣候之外呢 它也設計了一連串的動作 是標準流程 所以不是說在高溫的環境 做任何的瑜伽動作 就叫做熱瑜伽 那這些動作呢 包含了有站姿 櫃座 臥躺 是經過縝密的設計所設計出來 所以會面面的聚到 因為高溫的環境的話 會幫助我們增進排汗 那一般我們人體體溫的話 是37.8度 就簡稱38度 可是熱瑜伽教室的話 會在大概38到42度 統稱40度的溫度已經高於體溫了 那這麼高的溫度的話 會幫助我們大量的排汗 而排汗的話就等於是排毒 也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增進新陳代謝 那請問老師 通常來說就是 女生學習瑜伽的都比較多 反而是男生的會比較少 可以請問老師 我們來上瑜伽的 這種男女的比例是多少呢 以往瑜伽的話通常都是女生在練 可是近年來瑜伽大為風行 所以男生投入瑜伽練習的比例 非常的高 像晚上時段的話 因為下班的人來上課的話 男生比例會增加 平均值的話 據我觀察大概1比10 一是男生的話 女生大概10個 像我在教熱動瑜伽 是高溫瑜伽當中 還要加上比較強勁的串聯動作 那男生們通常喜歡像這樣子 比較強勁的瑜伽課 比例會再調得高一點點 他們喜歡挑戰性 然後揮汗如雨的瑜伽課程 居然還有這麼多利益 但是有些族群 是不適合上熱瑜伽的 譬如說心血管疾病 因為高溫會讓心跳變快 呼吸急促 那那時候風險增加 心血管疾病 高低血壓的人 包括皮膚有狀況 因為大量流汗 所以皮膚有狀況的人 包括呼吸系統 譬如說氣喘 氣喘也不行 因為清晨帶一些加速 高溫 所以這類族群也不適合 還有一類 還有什麼 孕婦 孕婦 孕婦也不能來上 可是不是會有 坊間會說 建議孕婦可以多做一些運動嗎 這樣子 可以啊 但是熱瑜伽不行 他們可以上孕婦瑜伽 感謝老師 教我們這麼多熱瑜伽的知識 那各位是不是迫不及待 來做熱瑜伽呢 那老師 我們在做熱瑜伽之前 需要準備一些什麼動作嗎 你準備好心情就好了 那我們會準備好周邊的服具 所以是也會顧及到你的安全 好啊 謝謝老師 那我們一起來做熱瑜伽囉 認識 大家準備好來做熱瑜伽了嗎 現在上班族因為久坐而導致肌肉疾風 那想要請問老師 有哪些熱瑜伽的招式可以來教我們的 第一個的話 是瑜伽的經典動作 叫做向下看的狗結成下犬式 首先開始就是從跪姿 然後把雙手上前 長手上上左眼之後呢 讓你的手臂跟背部同分伸展 才慢慢臀部抬高 腳尖踩 全部在往後 所以雙手上已經形成伸展之後 才慢慢吐起 手推膝蓋的地 腿慢慢伸直 腳跟往下踩 然後脖子放鬆 這樣就是下犬式 可以先踩到整個手臂 背部臀腿 就是你的背後衛條 雙手伸直向前 但是臀部是靠近腳跟喔 以臀部腳跟為前提 手伸直到最長 而且打開比肩膀快一點點 慢慢吸口氣 呼吸時臀部抬高 手不動 讓它詢弄你的腳跟 慢慢按前方之後 腳尖就可以這樣 展 speaking 然後慢慢重新用手推再往臀部向後 去找你的腳跟 然後慢慢吐氣 手一推 沒擔心 膝蓋擬定 對 腿慢慢伸直向上 然後腳跟往下踩 第二章後我們就直接身體向前伏 這個叫做口掛眼睛蛇 所以它就像蛇一樣 那蛇的動作的話是比較強調於脊椎的 那跟剛才動作剛好跌倒 它是像上仰不開胸的動作 所以一樣是手放前頭 跟剛才的預備式是一模一樣 但是呢 變成是身體往前 然後慢慢手肘彎這樣放下來 把肘肘先放下之後 手在胸口兩行這樣輕輕推起來也可以 按肩膀轉 往下沉 而且胸打開 那直視前方 如果頸椎有狀況看前方跳 如果無妨就可以慢慢上來踩頭 這樣讓雙打開 肩膀下沉 所以沒有手肩 那我要來試試看喔 好啊 來 我們雙手向前 向前 跟這樣才一模一樣 好 然後手還是打開跟墊子等寬的 對寬 然後吸口氣 吸口氣 呼氣時臀部抬高 這樣然後慢慢往前 然後骨盆慢慢向下 骨盆向下 手手往後翻 肩膀夾挺胸 肩膀夾 好 看前方 看前方 欸 吉特你也很好欸 欸 吉特你也很好欸 我看前方是一腳一腳上來的 我都說這是一夜偏中 看小船 真的像船一樣 這是小船 然後大船出港的話 就是腿伸直 這怎麼可能做得到啊 這力矩變遠喔 然後還要放手 那瑜伽課跟人生當中最難都一樣 就是放手 真的 放手最難了 就完全是看到核心的力量 這樣船式 這樣舒服的膝蓋 然後機器時被拉住 吐氣時向後傾斜一點點 對 好 這樣夠了 所以感覺到臨伏肌 直的時候沒有 往後時他才會啟動 好 然後肩膀下沉喔 肩膀下沉 那兩個腳跟離地 一起喔 跟離地 然後機器腳尖慢慢收回來 一腳一腳 那手肘往下翻 吐氣時右腳往前 平行地板 還好嗎 有點難欸 OK 好 然後換左腳跟著上來 我開始抖了 你看老師 這樣就是腹部的力量 然後吸口氣 腹 左腿先直看一看 然後慢慢右腿跟進 好 那這樣 小船就好了 可是火腔蠻強看的 你放手的耶 先把膝蓋放在胸部 力矩變小 因為變搖 現在往上 再來往上 然後我們 放下手 可以吸口氣 放手 OK這樣可以了 那我現在是 有給了你腹部嗎 有 完全是腹部支撐 然後手手放膝 對 然後屈膝再往下塞 老師真的很痠耶 對啊 是腹部痠 不是腰痠喔 對 腹部也痠 但你就是用對了 你是用對肌肉的 哇 做完熱瑜伽真的超累的 不過今天很謝謝 克勒老師為我們帶來 熱瑜伽的知識 還有教我們很多的招式 那各位有在上班的 不妨在上班的時候 偷坐一下 或者是回家上練習喔 那謝謝大家 觀賞今天的我們的 美意動之鬥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不妨讓我們 稍微 拍 先來 拍